从物资缝隙中清楚看见 蒙烈火蛇往上窜烧 浓浓黑烟成殉状云 不断从屋内扩散冒出 覆盖了整个天际 附近邻居还听闻有爆炸声响 我在监工 我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烟了 小烟 我想说应该在人家在焚烧 那个稻草什么的 结果越烧越大 然后都黑烟 桃园平镇南东路的一处铁皮建筑 发生火警意外 现场是一家物流公司的仓储 一楼堆放了纸箱及大量汽车零件 造成厂房全被燃烧 消防人员布下水线 急急忙忙进出 出动30车73人全力灌旧猛烈火势 我们在9点29分接过报案之后 极客派以前相关的人车到达现场 那之前在10点25分的时候 已经火势受到相关的一个控制 索性在当时没有人员受困伤亡 由于火势猛烈 连环保局人员急火钓科也到场勘查 最了解这处厂房 有另外转租给其他人 才刚进货 没想到就发生大火意外 只能无奈临时喊停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带人员调查厘清 第九流志展李廷熙 桃园采访报道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再见